自7月15日 新疆乌鲁木齐出现的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以来 截至7月19日24时 乌鲁木齐市现有确诊病例46例 无症状感染者50例 7月20日 疫情发生后第五天 记者实地探访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鲁达国际小区临时设置的蔬菜销售点 记者看到 各种印记蔬菜一印俱全 市民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地进行购物 为防控疫情 乌鲁木齐市内居民社区于17号开始实行全封闭管理 严控人员流动 在乌鲁木齐市下达给各社区的相关通知显示 全市范围内各社区 园区实施全封闭管理 为保障民众正常生活 当地政府第一时间与供应商 各大批发市场 商超及储备企业进行对接 确保货源稳定充足 启动了生活必需品 供保联 工作机制 发挥社区作用 为辖区居民提供充足的蔬菜 粮食 肉带买等重要生活必需品 保证辖区居民基本的生活 在蔬菜销售点内 20多种蔬菜和水果供货充足 据了解 当地政府为确保疫情期间民众所需生活物资价格的平稳 近日 全市市场监管部门组织执法队伍 加强生活必需品价格监管力度 加大监督检查频度 严厉打击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 工作人员也说了 咱们每天这个测都要进小区的 所以今天就简单买的钱 价格挺合适的 甚至比我们以前买的还稍微要低一点 新疆华林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玉江介绍 现在的血缘充足 乌鲁木骑士牛羊肉是有充分保障的 比疫情前每公斤批发价格只高一块钱左右 我们已经跟各个社区蔬菜直营店 已经建立了这个社区订购团购的这个服务热线 我们其实牛羊肉有充分的这个保障 目前 当地政府已开通消费维权快速便捷解决通道 从严查处老百姓投诉的哄抬物价行为 密切关注口罩 酒精等防疫物资和蔬菜 粮油 肉勤 淡奶等民生商品价格动态 及时受理价格投诉 举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